再看到桃園 又新增了實力的確診 繼上星期一所國小傳出學生確診之後 昨天又有兩所學校相繼預防性停課 也讓不少家長恐慌 在附近共同生活圈的南崁國小 今天就有超過五百位的學生請假 以低年級為最多 星期一上課日 學校校門緊閉環保局 進行校內大消毒 因為防疫考量 桃園市一國中一國小 五月十七號到五月三十號預防性停課 客服班才藝班 疫調會再匡列進來 教育局也請學校做好線上教學工作 讓學生學習不受影響 有涉及的這個同班的師生 那昨天晚上已經開始進行 這個採檢的這個作業 那我們希望能夠 這個確保學校的安全 所以兩校已經在今天進行停課了 由於停課的南崁國中 和南美國校傳出有學生染疫 讓鄰近的南崁國小學生家長相當擔憂 根據校方統計 有五百零七位將近全校四分之一學生請假 沒有上學 尤其以低年級最多 其實家長是還蠻擔心說 會不會在學校裡面 有一些生活共同圈的接觸 而提高了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市長鄭文燦表示 國三高三部分明天開始可以不到校上課 另外針對桃園今日確診個案 其中一例非居住桃園 九例確診個案共匡列三百三十人 以通知居家隔離 採檢及消毒也公佈足跡 曾到桃園區全聯真仙歸山區 石維天等地 民眾則希望疫調足跡點可以更早公佈 會覺得說這樣太晚公佈了嗎 會啊 越早知道的話 我們是不是會引進房 如果有私訊 就應該趕快宣布一下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要消毒 會直接覺得應該是有人來過 老實說 如果知道這邊有確診的來過 我就會盡量不要來 疫情升溫 桃園市政府召開防疫會議宣布 經過協調位在龍潭的小人國樂園 青浦的S-Park水族館決定配合市府管制政策 也停止營業到5月28號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